《杠秋》 《杠秋》 我觉得形容《杠秋》就是 惊喜 期待 保护 陆芳琪 小朋友 聪明 有责任心 陆芳琪和《杠秋》的感情就是非常真实 表现得也非常直接 这是我《杠秋》的心意 其实他遇到陆芳琪 我觉得对张秋来说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来 陆芳琪不停地去这张课的时候 张秋因为有一个方怀的瞬间 是因为他内心其实很排斥 我觉得放在肚子上了 我们就为什么也不舒服 洗洗一下陆芳琪 再讨厌别人男生病危险开玩笑 你知道吗 到后面对陆芳琪有很多可爱的别人 他也意识到了陆芳琪不一样的地方 他也意识到了陆芳琪不一样的地方 你马上就别走了 我送你回去 然后慢慢地接纳他 也是接纳自己吧 张秋给予陆芳琪最大的鼓励就是 他慢慢去接受他的过程 战争你别去了 快回去吧 我等你回来 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人或事 都是最好的选择 也是最好的男孩 我觉得陆芳琪和张秋的爱情 只是烈火中盛开的花朵 在遇见你之后 我的人生似乎重新燃起了光 我相信一见钟情 更相信命中主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有点心 那天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会想什么